欢迎回来美国的财政部长 叶伦我们看到呢 他的访华行程今天走到哪里呢 赶快来带您掌握一下 今天礼拜六呢 就会会晤到副总理和立峰了 今天在晚上的时候 两人就会一起共进晚餐 那么叶伦预计会在9号 也就是明天的时候 搭机离开 至于我们虽然说看到这一趟 他没有见到习近平 没有错 但是呢我们看到 难道呢 他有见到了习近平的心腹了吗 因为他在第二天行程的时候呢 就已经会晤到李强 还有刘鹤 这位刘鹤是谁呢 来带大家来一起看到 这个呢 我们看到叶伦除了会见李强之外呢 也跟昔日被称为经济沙皇的刘鹤来见面 这个大陆的副总理刘鹤 会不会见叶伦呢 当时是打算问号的 那媒体在那个时候就进一步分析 去印证他的退而不休 因为呢刘鹤在今年3月的时候 其实是已经卸任掉他的副总理身份了 但是虽然说如此 他还是有一直在参加各种政府相关的经济事务的内部会议 也就是说呢他其实是具有非常高的影响力的 那么今天呢在这个时候亮相了也印证呢 其实他就是一个退而不休的这个传闻 继续在整个大陆的财经领域 甚至说在全球的财经领域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还有在中美的贸易问题上呢也是相当的逐利了 那么刘鹤呢目前呢仍然是担任中共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的主任的这个职务 这个职务呢也是一个党职哦 所以呢他也保留了整个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 这个主任的这个身份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他跟习近平的关系 其实是相当相当密切了 所以呢叶伦是不是也是见了习近平的心腹 不只是刘鹤我们看到那李强呢 我们看到李强呢也会悟到了美国的财长叶伦嘛 他就提到了中美关系风雨过后呢 一定呢是可以见到更多的彩虹 我们先带您听一段这个昨天的说法 但是我想中美关系何不落实 不完全不是风雨 经历过一轮风雨以后 我们风雨以后啊 我们一定能够见到更多的彩虹 好可以看出呢 他有释出了一定程度的善意嘛 强调美中关系呢 在经历一个风雨过后 相信未来呢可以见到更多的彩虹 那么在中国财政部的相关负责人也提到了 现在中美贸易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的贸易战 脱钩断裂呢是没有赢家的 但是我们看到了美国这一方又是怎么样呢 虽然说呢一轮仿路是持一个友好态度 但是呢他同时也在痛批中国大陆 你不应该制裁美国的企业 认为这个中国对于美国企业惩罚性的行动 以及某些关键包含一些原料等等的新出口的管制 他说呢中美之间的良性竞争 应该要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面 希望中方能够回归更加市场化的做法 否则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威胁的感觉哦 否则将联合盟友应对中国的不公平的经济行为 等于进一步呢是在对中国落狠话 甚至是在威胁的一种感觉 然后我们看到他讲了这个重话嘛 所以呢在整个仿中拜会里强之后呢 叶伦他同时也提到希望美中呢 能够进行一个良性的竞争 而非赢者全拿的这个角度 那看到了他呢在这个北京的时候批评中国 打压在华企业 然后刚刚提到扩大可能补贴中企啊等等等等的 证明我们减少依赖中国是对的 但是真的减少依赖中国是对的吗 我们等下后面会提到 那么看到他其实这种两面手法也让中国觉得很问号啊 中国智慧就说我当然大陆呢不能够说叶伦不受欢迎 但是你一个中国不能一边吞下毒药 一边呢还要强颜欢笑跟你在那边你好我好 这样不是也很吊诡吗 好刚刚提到这个原料的部分 真的有办法没有中国吗 美国真的OK吗 真的事实如此吗 首先我们先看到这个呢 叶伦呢访问北京也是在中国进这个所谓的一些工业啊 以及企业科技原料非常重要出口后的首一次 现在呢这个美国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些库存的话 也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嘛 在中国呢限制这些金属出口的状况之下 美国在某些金属上面 现在其实是比中国大陆还要在着急的 也就是说呢他们是比大陆自己本身呢 还要急需这些东西的 所以呢叶伦也可能很希望可以跟中国 在这些问题上来进行相关沟通 但是至于能不能真的达成的话 也不是美国说了算 因为呢也是要看大陆的态度是如何的 至于呢我们看到了现在美国的 国防部的这个发言也提到了 现在美国呢是缺乏这些相关的一些设备的 以及呢储备的一些相关的东西 现在呢美国正在利用国防的生产法 相关条例的授权 增加这些所需的关键材料的开采还有加工 就包含了刚刚提到这两个原料 但是呢现在呢中国也宣布了要出口管制啊 现在外面也开始在炒作这些担忧这些担心哦 没有用到怎么办我们企业会出问题啊 我们生产会出问题有没有可能呢 现在这个美中将会对于原料这个东西来进行 进一步的一些分争或者是说拉扯呢 尤其呢看到西方呢现在呢是斥肢了要250亿美元 才能在这个稀土的供应上跟中国来批敌这么多的钱哦 尤其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这个产量 稀土的产量是占了全球的产量的90% 真的能够没有中国吗 好至于呢在其他国家的部分 挪威呢也是率先开放了这个深海的采矿 中美为了争夺关键金属呢难道也要决战海底吗 好再次强调现在美中有没有可能为了前面这些东西 原料的这种急缺的东西来进行纷争呢 我们先问一下介大使你怎么看哦 今天哎叶伦呢已经准备要离开 那今天要见到的是何立峰吗 其实以叶伦呢到大陆见到了大陆的官员的成绩来讲啊 可以说啊呃成绩相当的高 哎就是主要的这个财经的决策官员他都见了 连他的老朋友啊就是这个习大大的好友啊 这个刘鹤他都见了 刘鹤已经是没有职位的人啊都出来见他 可见中国大陆是非常重视 我也认为就是说双方如果在某些关键的问题啊 大家大家所关切的基本问题上有一些 各有一些让步的话 这个叶伦是可以带一些礼物回去的 不必对外宣布 可是呢就是说呃可以对 就是说叶伦想要的礼物应该可以带的回去 叶伦想要的不是这些什么中国大陆啊 对美国企业公平竞争不公平竞争啊 补补补贴中国的这个企业的问题啊 叶伦的现在的这个燃眉之急啊 就是说他在今年可能要发一兆的美债 那这一兆的美债呢 基本上如果都让美国的这个好 美国的金融跟机构跟老百姓买的话啊 那么就会造成美国的资金啊 就是说银行可以出来做融资的资金啊 就少了一兆美元 对现在已经啊非常困难的中小企业啊 美国中小企业来讲是非常不利的 也就是说你借钱比较难借的 因为你现在债如果说是一年或两年债的话 有时候可以拿到4%啊 甚至高于4%的利息的话 那银行就是说那我干嘛去冒风险 带给那些中小企业呢 我就买美债好了 我就是4%或4.5%的 我就对我来讲我就我就稳了 我对我的股东就可以交代了 所以就是说当然叶伦是希望这一笔 这一笔这个美债基本上 他要发行美债最好外资买多一点 因为事实上过去美国的美债大概都是四成 三到四成是给外资去买 六到七成都是美国自己的这些银行 甚至美国老百姓去买的 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 债性很好的一个债券 不过现在的美国状况的话 他基本上我想考量就是不希望 用美国人的资金来买美债 他希望多一点外国资金 那这多一点外国资金 美国以前都是找人帮忙的 他以美国财政部长一夜轮的事 打几个电话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了 过去是谁哪些外国机构捧场的 沙烏地 沙特 沙特现在会买美国的债吗 沙特还敢买吗 还愿意买吗 对不对 沙特没有办法了 第二个呢 日本 日本过去也在卖美债 因为日本本身的财务状况不好 还有一个国家 加拿大 加拿大买 你能买得到上千亿美金吗 加拿大有那么大的财力吗 200亿 顶多了 80亿 100亿 杯水车薪 河南过去也是买美债的 因为我看过记录 大概就这几个国家 美国人财政部长打个电话 对方的中央银行就买了 那河南能买多少呢 那另外还有一个英国 英国现在自己状况 这就是说尼菩萨过江 所以美国的朋友 基本上口袋都不多 那只有只剩下谁了 中国大陆 你如果能够认购一千亿的话 或者说五百亿的话 对不对 其实就某种程度上来讲 美债现在的利息是不错的 可是问题就是你整体情势的问题 那中国大陆是有 是有谈判的空间的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 这个虽然 我觉得中国大陆给叶伦 我们已经足够的高规格接待了 所以我也不会太悲观 可是问题就是双方 可能闭门谈起来的协议 可能没有办法对外宣布 那么不过呢 双方都必须要考虑 叶伦如果出去以后 如果双方弄得蛮难看的话 那么双方的股市都会大跌 好 那卢主任意怎么看呢 这个中美关系真的会迎来所谓的彩虹吗 是我认为这一次如果我们从叶伦的这个访中的这相关行程 我非常同意刚才介大使的一个看法 那我觉得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 这个刘鹤实际上呢 他们今年的一月份 还在日内见过面 那当时其实双方就提出来 就是叶伦访问中国的接受邀请等等的一些这个安排 那后来因为气球事件 所以才受到这个延宕 所以换句话说 从叶伦的角度来看 站在他的位置上 他认为美中之间 确实如他所说 这个脱钩对大家基本上是没有好处的 然后如果用零和的角度来看 也是没有好处的 那这个呢 也呼应了李强的这个讲法 就是有关于彩虹的这个说法 那我觉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 因为布林肯访问这个中国之后呢 我们看到了美中之间的资深官员 高层官员的互访 可能在接下来几个月会越来越密切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形式上面 美中之间恢复一定的这个热度 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预期的 那不过呢 我觉得这里面还会涉及到 就是双方所谓的deliverables 就是说哪一些地方是可以实现 双方还是可以这个继续来朝向这个 更和缓的这个方式来迈进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有待观察 那确实如刚才介打史所提的 双方有达成一些协议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一次整个的氛围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中方也在学习美方的一些做法 怎么说呢 就是说因为美国强调 该竞争的时候竞争 该合作的地方合作 那我们看到了中方宣布一些制裁等等 其实也是在跟美国之间 在做这个该竞争的地方竞争 然后该合作的地方 是不是真的能够合作 那我觉得后面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来观察 那至于稀土的部分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包括家包括者 这两个主要的稀有的矿物 当然对美国来说是相当相当重要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对叶伦来讲 这一次的访问恐怕这个稀土也不是他的一个主要执掌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方面其他部门 还有媒体有一些比较大的报导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好像也不影响这个叶伦 不管是跟刘鹤叙旧或者是跟何立峰去进行一些讨论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值得我们后面再继续来做观察的 好 韩兵哥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 也就是这个彩虹谁先提出来 其实是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先提出来 那时候叶伦一下飞机的时候他就拍一个彩虹出来 然后现在李强呢又特别强调说 更多彩虹 对 风雨过后 我觉得李强是故意去应贺这个伯恩斯的一个说法 那如果从这一点看来也许他们私底下真的有某一些 双方互相让步的一些东西 但是叶伦现在麻烦是麻烦在哪里 就是他不能够展现自己对中方软弱 因为还有拜登的选举要在这个地方 因为美国国内弥漫的是抗中的情绪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即使他私底下跟中国大陆坛称的某一些协议 他恐怕也不能明讲 他也不能出来讲说 我们已经 我们对中国大陆做哪一些让步 中国大陆对我们做哪一些让步 所以我们现在关系比较好 他如果这样讲出来 马上就可能就说你卖美贼 可以出卖美国 然后把美国的某一些利益卖掉 那就如同刚刚大使说的 其实加折这些东西 根本不干叶伦的事 他也不在乎 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希望中国大陆能够买美债 只是他希望买的恐怕不是大使所说 五百一千亿 甚至是两千亿三千亿 更多 多多亿散 那但是问题是 中国大陆能不能买单 那叶伦这样做有个好处就是 因为中国大陆他去买美债 这个他不是用宣布的 因为他只要慢慢慢慢慢慢 我累积了慢慢这样买就可以 这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 所以他是有可能满足叶伦的一些需求 那但是问题是 你要求中国大陆这样做 你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给中国大陆 那付出的代价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某一些对中国大陆的制裁 或是某一些对中国大陆的一些 前置的行动放缓 那叶伦会不会再玩一种两面手法 就是出来对外面讲 因为他说 他在讲说那个我们 我们跟中国大陆脱钩对 是在建美国在 中国大陆的商会的时候讲的 所以会不会那个话 根本是讲给美国人听的 可是私底下他已经跟中国大陆 达成某一些协议 也就是做一种两面性的手法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值得 我们观察的一个方向 好那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刚刚提到了美国 美国总统拜登又出了什么事情 看到他又出现了一些很奇怪 迷惑的行为了吗 现在有最新的画面出路了 他在演讲的时候 结果频频的踢讲台 什么意思呢 先带你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好可以看到呢 大家现场都笑我嘛 就是说打完招呼之后呢 结果他开始用脚频频踢这个讲台 还问大家说你知道我在踢什么 但好像没有什么用 大家也不太清楚 他现在这个行为是在干嘛 那么呢现在呢就是在讲 就是说拜登的儿子 是不是有可能在吸毒呢 因为现在就被发现这个骨科检 在白宫的战情室里面 被人家发现了 这个地方是百姓进不去 这个是美国的主播特别提到了 因为呢一般的普通人 是没有办法进到白宫战情室 代表呢是有人带入 而且呢很有可能就是一个 非普通的访客 所以呢进一步的 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就说了 这个毒品案呢恐怕是涉及到了 美国的白宫的高官 或者是拜登的近亲 最后查一查查一查 可能呢最后又是一个不了了之的状况 至于呢接着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就是 但是呢美国现在 可以说是召集了85国 救这个芬太尼 这个芬太尼也就是毒品嘛 芬太尼的问题呢 频频的施压中国 中国专家就说你这个是内病外治嘛 自己哎美国就已经有 现在看到毒品骨科剪的问题 在自己白宫内部里面发生了 那怎么还在管一些跟你不相干的事情呢 根据路透社的报导 美国现在至少呢 是已经召集到84个国家 举行主题为 限制合成毒品流动的线上会议 把这个美国毒品泛滥的责任呢 引上就是你陆方的相关问题 所以呢要以这个霸四国名义来组团 向大陆来进行施压 至于呢我们看到中国专家怎么说的呢 他就回复了美国你在毒品泛滥的问题 就是内病外治 你不从自身的角度来找原因 只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 当然问题也不止这个 现在美国似乎呢 也自己创造出了所谓的反美联盟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呢 伊朗跟古巴等国可以说是他们的 不管是国力啊军事啊 或者是说议事都已经日夜的团结强大了 很大程度上面就是因为美国试图的想要 饿死古巴让伊朗来进行屈服了 因为呢再往时间往前看 因为美国其实他一直很惯于指责别国 以大国的地位胁迫性的政策 经济胁迫方式啊要求来服从 或者是说胁迫外交 事实上哎回过头来看 不管呢是在中美或是说在其他国家 欧洲啊等等等等的 事实上美国好像才是胁迫外交的始作俑者吧 至于呢我们看到了现在呢中俄峰会后呢 拜登也是警告习近平呢这要小心了 怎么说这个是威胁吗 习近平呢跟普钦呢在会面之后呢 他就告诉习近平你要小心哦 因为呢北京呢现在是依赖着整个西方的投资 拜登在接受CNN专访的时候就说这个不是威胁 而是观察后的建议 自从呢俄罗斯进军乌克兰之后呢 就有600家的美国企业撤出了俄国 然后拜登就进一步对习近平说 哎您告诉过我你们的经济成长呢 是靠欧洲还有美国投资 所以呢你们要小心哦 但是我们看到了真的如此吗 因为美国呢就在中俄战争 乌俄战争爆发的时候就一直说 哦你俄罗斯的经济会垮 你可能在几个月内之内呢 经济就撑不了这战争就打不下去了 但实际上是如此嘛 因为我们看到俄罗斯的部分呢 经济也没有崩溃啊 这个呢芬兰总统就说了 芬兰企业呢落实退出了俄罗斯 但是很多国家也没有落实 另外一方面呢 西方对于俄国的这个经济预测呢 其实都是错误的 原本呢西方是预测俄罗斯呢 在六个月内整个经济就会崩溃 但是实际上这个预期是到现在为止呢 都还没有发生的 另外我们看到现在呢 美军的偷游啊 细节也曝光了什么偷游 现在啊记者是进一步追查到整个盗采的过程 根据西利亚官方就提到了 今年仅在六月上半 他们的这个驻军的就已经累积使用 超过114辆的油罐车 盗采叙利亚的石油 因为根据相关数字 你就是有82%都是被美军给偷走 而且是用偷的方式 那当然呢美国就有进一步的呼吁二方 应该呢要停止这种相关的猛鲁莽的行为 我们先看一下这相关的画面 因为呢这个是美国在俄罗斯 遜利亚上空较劲嘛 就有三台俄罗斯的军机 刻意想要迫近来干扰 但是呢就有美国的司令痛批 你这个就是一个很鲁莽 不专业的行为 应该要赶快的来停止 至于呢我们看到现在呢 美军也声称了这个军机在遜利亚呢 是骚扰美国无人机 俄方就说你这个是每天军机都在围国吧 你这个你自己好意思来说叙利亚吗 因为这明明就是你自己呢 在别人的立场 在别人的土地上面呢 来进行骚扰才是 你才是美国军队在非法的占领 不是你的土地到叙利亚这里 让人家觉得很困扰才是吧 谢谢大使你怎么看呢 这个你知道现在美国的这个 有关美国总统大选的各种民调 因为拜登一直往下降 对现在川普已经超过拜登 而且这个还在往上升 我想很大一个原因就是 倒不是如何啦 就是拜登目前的身体状况 让很多人很有意见 年纪比较大了 年纪大 对可是有些人年纪大 还是头脑很清楚啊 不会去这个跟空气握手 或者说没事踢一个 踢一个 踢讲台 踢讲台啊 这种很无厘头的行为啊 那他现在 就是说变成大概 以前大概一个月一次 后来差不多 两个礼拜一次 现在一个礼拜一次 现在看起来一个礼拜 如果说他再以后 变成三天一次的话 那他的这个 这个他的选情一定会往下降 那这个是完全跟他个人的这个 健康状况有关 那倒不是说我们对年龄有歧视啊 而是说到他年纪的人 还有很多人非常这个好 怎么讲头脑清醒啊 精神非常好的很多啦 可是他的状况 老师在这个地方 你想要去掩饰他也没有 都公租四人 这个好 这个这个当面的目击之下的 这种行为 现在真的 我虽然不是美国人啊 我当然也没有办法去 帮美国人担心 不过美国这个国家 他的手是伸得很长的 那这样子一个美国总统的话 其实对世界来讲 大家也会担心 对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片子 我也不是说我一折 我也没什么喜啊 我就是真的蛮忧虑的 因为真的他的 担心他身体 对他的这个 他会不会做出错的 错的这种判断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芬太尼的问题 芬太尼这个 这个好 他不是毒品 因为海洛因就是纯毒品啊 芬太尼是止痛剂 他的止痛效果非常强 可是遭到滥用 那问题就变成 中国大陆变成芬太尼的 好像是一个 罪魁祸首 终于抓到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觉得很冤 为什么 他说芬太尼在我们大陆 是管制性用药品 我们管制的非常严 他说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说 是有药效 尤其那个癌末的 他做药止痛啊 非常有效 那问题就是说 你美国药物泛滥 是因为你没有把它 管制用药啊 你还是一般用药 所以取得的门槛非常的低 所以呢 这边你 你美国人 吸食这个芬太尼的 好一年死八万九万 那你说你要怪中国 那不是很奇怪吗 你在中国这个药都是管制的 到了美国你不管制 大家很轻易拿到 怪你 而更妙的是 这个药 也不是中国大陆生产的 只是说 比如说一些在墨西哥生产的 结果呢 墨西哥跟中国 进这个芬太尼的原料 那这个芬太尼原料 可以做芬太尼 也可以做维他命 也可以做这个 他怎么知道你要做什么呢 所以这个就变成 中国大陆觉得说 已经讲了很重的话 说简直荒谬绝伦 可是美国就继续把这个胃 最往中国大陆的头上 当然这就是我们观众朋友 大家是来决定 到底谁对谁错 看谁听到谁信 这样子 那卢主任你怎么看呢 确实 我觉得第一个 在拜登的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 以民主党来讲 他们其实内部 当然是对这个拜登的健康 有一些这个考量 不过呢 整体来说 因为他们还是觉得 以现在的这个拜登 跟这个Camera Harris 的这个搭档 他们觉得是好像是这个 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那当然他们内部 其实也开始有一些 不同的意见 不过如果我们回到这一次 这个拜登 他其实今年80岁 然后他的这个演讲的 这个场合 这一次是在这个南卡 去做的这个演讲 那演讲的时候 他去踢了这个讲台 那我觉得这地方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 这个讲台下面的 实际上到底是 什么样一个状况 那当然我们会觉得 他去踢讲台这件事情 非常的突兀 那他其实就是说 如果讲台这边 他可以站高一点 他的身高可能 就会增加四吋 因为他自己身高 是六吋 六尺 他就讲到说 他就变成六尺四 那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这个 当然这个当场的听众 观众听到的是 抱以哈哈大笑 然后但是我们不确定 就是说因为在美国 这个也有一种说法 就说这个当了爸爸 当了爷爷的人 他们有一种 所谓的dad is humor 就是爸爸讲的 这种冷笑话 那至于是不是 所有的观众都接受 那我觉得这个 还是大家会有一些 不同的这个看法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美中之间 因为现在基本上 互信非常的低 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呢任何的这个议题 尤其是在美国这一端 他就很容易就会认为说 这个是中国方面必须要负责 那为什么芬太尼这个事情 会弄得这么的 看起来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议题 最主要的关键是因为 如果我们现在看到美国 其实内部的这个治安的状况 其实是跟十年前 是有相当大的一个不同 那这里面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尤其是美国一般民众 他认为这个毒品泛滥 毒品泛滥之后包括 我相信前一阵子大家看到 一些媒体的报导都提到了 包括西岸的一些城市 可能都出现了就是 路上面有很多的这个 无家可归的人 他们也吸食毒品 所以就反过来又构成了 其他的一些治安问题 所以毒品对美国民众来讲 他直觉想到的就是 增加无家可归的人数 增加了治安上面的一个风险 那对美国来说 他要一方面要处理这个 长久以来都一直存在的问题 跟他在外面去找一个原因 来归咎起来 可能某种程度上面 他可能觉得后者 比较容易一些 那不过 确实如介大使刚才提到的 这里面其实一个 关键的角色就是墨西哥 那我觉得不妨 就是北京方面现在觉得说 这个事情蛮冤枉的 但是我觉得不妨 北京方面也可以思考一下 在这个议题上面 是不是跟美国干脆就一起合作 因为毒品这个事情 对人类是没有好处的 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做一些思考 那同时也可以证明说 我并不是这个刻意的 这个 我也不应该 要为了你在国内的 这样子一个议题来负责 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那韩兵哥 讲到这个胁迫外交 美国是不是才是始作用者呢 美国一直就是挟着 他的经济跟军事力量 在世界上予取予求了好几十年 只是现在美国开始让人家觉得 第一个他经济实力大不如前 第二个他的军事力量好像也在衰退当中 特别是从阿富汗撤退之后 所以世界上慢慢大家觉得说 美国第一个不像以前那么强 第二个美国的很多阿尔巴的作为 让大家对他产生反感 所以才慢慢慢慢有一些国家 就开始走到不跟美国走在一起 不然的话你说 谁能够想象的到 中国大陆居然可以促成 沙特阿拉伯跟伊朗的和谈 那谁能够想象到 现在以色列会跑去 找 跑去北京 寻求北京的支持 然后让他能够在中东获得平安 这表示世界都已经在改变了 可是美国人的想法并没有改变 那拜登 我不用去讲说他失智或怎么样 他的很多奇怪的行为 真的会直接影响到 选民对他的信赖程度 那更糟糕的就是 你今天去用吸毒阿 这些毒品的这些东西 去指责中国大陆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你儿子女儿都吸毒 你儿子女儿吸毒是有名的 他儿子杭特拜登是 出了名的私生活放荡 然后这一次白宫外面 发现这个Cocaine 就是在杭特离开白宫两天就发现 所以很多人在怀疑是不是杭特掉了 那你自己儿子女儿都这样子 你好意思去指责别人吗 老实讲 本来对抗毒品应该是全人类 大家共同的工作 那我认为 其实中国大陆很可以很简单的一句话 就是说 要对抗毒品很好啊 只要美国人愿意学习 我们大陆是怎么管制毒品 保证不会抬毒之类的 跟美国说不会找麻烦嘛 当然美中的关系 今天最新的消息是 叶伦昨天抵达之后 今天下午已经见了 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 那么到底有没有一些 可以具体达成的共识呢 看那个场合也是今天中午 刚刚发生的画面 很有意思是说 叶伦还特别跟中国 这边当地的女经济学者们 女性的经济学者们 一起进午餐 那很好玩 这个产品名称就叫做 Made in China 那美国跟中国之间 政府存在分歧 但并不是中国人民的分歧 这个是叶伦在这场 轻松一点点的餐序上面 所表达的意见 同时他前一天 当然也见了中国总理李强 他说 当院下飞机的时候 刚好下了一点雨 那天空有彩虹 那么李强很有意思 他立刻就引用了现场的情境说 下雨天看脚下只能看到一滩泥泞 但如果你抬头看的话 就能看到一抹彩霞 就能看到更多的彩虹 我想中美关系也是如此 叶伦女士 你对于中美的关系 还OK的概念 是参与者 也是见证者 以此我很愿意跟你有一个交流沟通的机会 我这次见面来就是给你一个机会 那美国财政部长叶伦说 美中寻求良性的经济竞争 这种竞争绝对不是赢者通吃 而是透过一套公平的规则 长远下来对两国都有利 他强调要避免可能产生双方的误会 要有契机跟沟通 所以这趟往中国会晤了谁 昨天上午最先见到的其实是前总理刘鹤 当然是常年交手有交情 还有即将卸任的大陆央行义纲 还有央行的前行长周小川共进晚餐 这一趟对于一人来说 跟刘鹤算是老交情也是老对手 今年一月就曾经在瑞士苏里士的会谈 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关注 这是两年以来的第四次沟通 那么会谈持续三个小时 超出原定的时间上一次 还被说要赶飞机才因此停止 否则可能聊更久 那么刘鹤不只是习近平的同伴同学 更是重要的经济智囊 所以这样的界面可以给叶伦一些正确的资讯 让他有助于接下来跟中国的沟通交流吗 叶伦特别强调美中的经济是不可能脱钩的 他担心北京的金物矿物 晶片矿物管制这件问题 美国管制你晶片 这个原物料供应链 所以在大陆的部分 他们就当然用矿物 包括了家跟储的出口 来加以对应跟反惩罚 但是叶伦却担心 这样子会造成双方的紧张跟疑虑 专家们说 美军并没有把家的库存储备足够的量 所以才会很着急 所以叶伦一发现这个问题之后 还要被代表去沟通吗 但目的是否能够达成 那么专家说其实并不是美国说了算 就是一个互相对衣对垒的谈判 跟这个对阵的过程 那对于叶伦访华 不必期待过高 这是南方日报的分析报道 特别讲了非常有意思的是 不管是布林肯还是叶伦来 中方坚持着三不原则 不扑赢兵的红地毯 不派对等的高官去接机 还有一件事情最好笑 不管饭 不行你吃饭 所以不是印了之前有一句话吗 朋友来了有好酒 柴狼来了有猎枪 这个氛围有意思 不管饭 这是什么概念 但我认为双方还是进行的沟通 而且这次沟通 包括在FARS新闻主持人 在跟来宾张家敦的对话里头 他们就有一个很尴尬的分析 因为叶伦在北京当然握手 有笑脸 那会讽刺的原因是什么呢 当然因为美国才刚刚发布了 对于中国的三级旅游警告 告诉他们的公民说去中国是危险的 可能会被扣留 可能会有危险 建议大家没有必要不要去 但是叶伦去了 而且他去的时候 刚好在这样尴尬的边缘里头做试探 让中国更需要美国照顾 中国在白费力气 美国即将向中国开战 这个氛围也有办法可以和缓吗 当然拜登说 他曾经提醒在受访的时候特别讲的 特别提醒过习近平要小心 中国是需要西方投资的 他说的是因为俄乌战争之后 有600家的美国企业撤出了俄罗斯 中国经济仰赖美国跟欧洲 所以你们要小心小心 但事实上是这样吗 他越轮仿中挑战 不就是因为美国其实也更需要中国吗 从数字来看就知道有多复杂了 标普500指出成员 7.6%的收入是来自哪里呢 中国 而且是目前最大的国际贸易的来源 美国大型的公司都来自于中国的收入 超过排名在后面的日本、英国、德国的 加起来总和这么多 所以美国从去年中国进口的货物 跟服务数字就可以来看 达到了5636亿美元 就算这么多的围堵跟制裁 但是从中国进口的还是创下新高纪录 甚至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仅次于加拿大跟墨西哥 所以对于自己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加以对峙跟冲突的时候 看得出叶伦很担心 急着想要化解 但有这么容易吗 会员 双方面的结构性的问题那么复杂 这个结构有几个特殊的现象 第一个在美国的政坛上 以及美国的选民的心里面 相当大一部分的人 是要打压中国的崛起 不许中国跟美国平起平坐 甚至于不准相互对等尊重 不可能 这些人有休息底的情节 在退去之前 那不晓得多久 但是所以现在要面对现实 那叶伦到中国来 当然就是要来借钱 不过他来借钱就是来很强势的借钱 他还带着美国对中国经济制裁 科技制裁的许多的利剑到中国来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中国钱借多一点给美国的话 然后刀子就割少一点 那如果借钱给美国少的话 那刀子就会割多一点 这是叶伦到中国借钱的一个 吉祥娃娃表现的 后面的一些阴谋跟轨迹 至于说没有管饭 我觉得南方日报 可能报道的也没有很正确 知道午餐是没有管饭 晚餐好像是刘鹤请的 不过刘鹤不算官方 不能代表中国政府 下配第一餐的确是自己人请的 自己人请的 私人请私人交请 出席也都是私人交请 比如说即将卸任的 已经卸任的 央行的行长 刘鹤无可置语的是中国大陆 相当了解美国政坛的 一号高层的领导人 那真的有谈到气氛融洽 我有点的存疑 可能都是礼貌上的交往 这一轮讲的 有时候正常讲的很好 就是美中经济不可能脱钩 而且忧心现在北京 对于这个加根者的一个制裁 那可是另外一方面 你讲的时候 中国对美国这些做法 是惩罚性的 那你美国惩罚中国多少 是不是要开个很长的清单 那个清单搞不好 比你在中国餐馆里面 吃的菜单还要长 问题是说 你美国来中国 除了借钱以外 有没有想办法说 让双方面的关系 至少在短期上 能够和缓一点 你不能说中国借钱给你以后 你回到美国去 又翻脸不认人 继续加码打击中国 那中国领导人 没有办法跟老百姓交代 所以双方面 要你来我往 比较有意思 我们提到了张家敦 我实在不太愿意提这个人 张家敦这个人 爸爸是江苏人 妈妈是美国人 他是混血儿 然后在1971年的时候 他凭借在香港工作的经验 回美国就写了一本书 叫中国崩溃论 他预测中国在2001年后 就会马上崩溃 而且会陷入长期的动乱 这本书竟然登上了纽约时报 畅销书排行榜 显然很打中美国的心理 美国很多人很期待 中国崩溃 中国动乱 可是事与愿违 理由很简单 它里面都是像写小说一样 自我吹牛皮 来煽动美国人 但是麻烦是说 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客观的数据 在做他支撑他的论调 二十年过去 也证实 中国不止没有崩溃 没有动乱 还像个巨人一样 站在你美国的家门口 那张家敦还能够接受 福斯新闻的访问 这种咖 你说他是一个骗子应该也不为过 他写的不是一本 好几本 但是没有一本准的 那拜登又要威吓中国了 意思就是说 中国如果不听美国的话 美国的企业撤资以后 中国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请问拜登 那你美国企业撤资要到哪里去 回美国吗 回美国有地方待吗 那不回美国要在印度吗 还是越南 还是哪个国家 你无处可去 简单讲是这样子 不然你问马斯克 有没有地方去啊 没有啊 对不对 马斯克虽然是骗莫迪说想到印度去 我们倒是想看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拜登这些政客 不太懂经济 又喜欢假装懂 拿来当威吓的工具 实在不是一个合格的国家领导人 中国被崩溃论之前这本书 最红的叫做中国买下了全世界 不是他写的 对对对 我的意思是说 在美国也引起了很多讨论 所以我们先看一个最新消息 就是这个中国副总理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刚刚已经最新画面见到了叶伦 叶伦在这场会晤里头 公开的再次重申 美中应该要直接沟通 我们不是赢者通吃 而是在公平规则之下 可以良性竞争 这跟昨天见到李强讲的 是一样的 但所谓的公平竞争 游戏规则是谁定 当然也不是美国说了算 我们要看看最近这几个月的 中美之间的大的氛围 那根本就是说 美国派了很多人 包含国务卿 都等于是见到了 但是没有任何具体的成果 那叶伦只是说 想维持这个温度 能够达成拜协会 虽然没有东西可谈 那也要来一下 因为叶伦至少 在美国这些政治人物里面 不是那种很尖锐的 尖酸刻薄的人物 所以中国大陆可以接见 那就按照三个原则 层次不高 没有红地毯 这个不管饭 其实是美国先开的力 我记得刘鹤跟王毅 在阿拉斯加会议 晚上吃的是生理面 泡面 这个就很奇怪 通常我们跟美国来往 他都要进一个地主之谊 我们也有个回答谢的 一个宴会 那显然是两国关系搞得很不好 所以你看那个李强讲那个话 也很有玄机 你现在搞制裁 就是满地的泥林 你脚底下下雨天就是泥 你要不制裁 就像天上的彩虹 但是各位啊 彩虹是摸不到的 也捞不到的 也闻不到的 要很远 就是说 你美国如果不能拿出一个公平的条件 这个不可能达成 所以叶伦虽然讲了这么多 就是你刚刚怀疑的 就是说这个公平的原则是什么原则 游戏的规则是什么 你怎么认定 什么叫去风险化 风险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只有利于你 你不有利于我 这个有什么达成吗 公不公平 对 另外这个 你看美国国会跟着民意一起在炒抗中 立了三十个法案 这三十个法案 其实讲起来都是不痛不痒 你只要立一个法案就好了 你承认中华民国 建不交 就建立武装协定 保护协定 就完了嘛 其实那个都是控化了 第三个 张家登我有印象 那时候我还在国防部 你知道李登辉那个时候 对这本书大力推荐啊 他有病啊 不是他自己主张两国论嘛 那张家登主张七国论你知道吧 至少他是经济学者 应该有个经济学者的客观 他的利润基础是大陆这么多民族 不一样 蒙族的 江族的 藏族的 所以他给你搞这个 他没有好好了解 中国大陆有五十六个民族 对不对 你最大的江族跟藏族 现在都摆平了 其他还能跳出什么东西来嘛 所以这种啊 叫做严重取宠 因为美国在反中嘛 你只要能够把中国列成这么多 自我陶醉 当然很受欢迎 所以李登辉那时候 还大力推荐这本书呢 那个时候我还在广播啊 我都都看到有这个 张家登的著作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啊 美中这个问题啊 目前不可能有什么成果出来 所以 反过来 你制裁我的晶片 啊 技术不给我 光刻剂不给我 这个 显影剂 这个清洁剂不给我 那我只要原料不给你 金属 贵金属原物料 对嘛 所以这个东西 谁受害 不止 受害最深的是美国军武集团 你所有高科技最尖端的武器里面都需要这个玩意 那第二个受害的是什么呢 晶片 晶片的原料里面缺少这个原料嘛 你所有雷达了 光电板了 这个这个 sensor了 都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 加上中国大陆还有样没记出来 稀土跟这个 电池的这个问题 你知道 未来的汽车 电动车是最大的潮流 如果 中国的林德电池也给你搞这个花样的话 你很麻烦 这是经济上会受到重大的损失 军事上你的尖端武器 没办法继续生产 甚至于维修都有问题 所以这个 制裁啊 就是美国讲的这个风险 你制裁人家 你有没有被反制裁的风险 所以 两强子的斗争呢 就两个大象打架 我们在旁边的小草小虫是很麻烦的 教授呢 您看好这次业论访中 可能会对于双方的 不管经贸关系 可以有缓和的功能吗 就像我讲的 他们前面的外交跟政治方面 还有两岸问题 南岸问题炒得非常 太开了 那你经贸跟这个美中之间的 经济贸易 科技 如果你用这种 他们这种相互利得的关系去讲 是谈不着任何东西 偏偏美国现在很需要跟中国 就我刚才讲了 关税 美债 科技 还有双边交流 他们都要谈 为什么 叶伦这次来 沸沸扬扬讲 他要讨论好多问题 他财政部长 他一开始就说 关税问题 关税他要管一点 没错 那戴琪 雷蒙多 他们可能都要讲 想这东西 美债 这次要讲 你要多买一点美债 科技问题 这个科技战 接下来是很重要的 还有双边交流 我一个个讲 关税 川普的时候 301关税就磕下去 到现在没有停 而且美国还磕很多 很奇怪的关税 你科人家脚踏车 关税 内衣库关税 干什么 戴琪去年就讲 要科关税 可以 关税站可以 但是你去科这些 无痛不痒痒的关税 对美国的经济 没有好处 反而会让美国国内的 基本经济消费 会上涨 你看美国那种dollar tree 那种杂货店 以前很便宜 可以买到的东西 现在都涨好几倍 为什么 因为made in china 很强 过去就是因为它便宜 你科关税 它就涨起来 去年他们有想说 要把一些关税要降低 包括机械工具机 汽车零组件 但后来好像也没看到 没有他们继续延长 这个反而会影响到 美国国内汽车生产业 他们汽车会涨价 所以科关税反而会 造成美国国内的汽车 或者是他盟国汽车产业的 损伤 日韩汽车也损伤 所以这一点他们对 关税问题还要再讨论 美债 我想美债过去 我们都谈了很多了 美债现在 他卖了到今年3月 7.3兆的美债在外面 更多到5月7.5兆都快到了 卖了这么多美债 第一名是日本 日本买了1兆多的美债 中国大陆大概快1兆 现在可能要 希望他们多买一点 问题是 你拿着这个 当然叶伦去的笑脸 然后说歌派 经济学教授 拿了笑脸 可是你背后拿了一堆说 你不给我买 我要给你一些惩罚 这种高姿态 会造成我想中国大陆 他们会给你 会给你相相对应的 他们现在不怕了 我会相对应的 对 我要尊严 他讲了 你要就平等 对谈 你不要拿高姿态来压我们 科技 我还特别去查一下 之前美光 中国大陆你限定美光 然后接下来就加 加跟折 我还去查一下这两个金属 对不起我不是研究高科技产业 我还去看加跟折长什么样子 它是那种银色金属 用来在motherboard上面 可以画出纹路上面 中国大陆出产这两个金属 加占94% 折代83% 但是它这是限制金属出口 有观察家认为说 它并不是要让你整个 让你这个断货 它只要让你价格变高 它也不敢真的是 把贵重金属往实力打 因为它往实力打 它就限制七七土出口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它这是 进这个稀有金属加跟者 它有点警告的意味 就像之前 限制美光一样 它限美光 美光在中国大陆 就11%到12%的营收 它可以去限什么 NVIDIA 或是限intel 中国大陆 很多措施 它自在美光 警告意味 多余 我觉得这个实质意味 所以我觉得美中之间 它们有很多可以谈 最后我要讲的是 如果观众朋友注意到 现在美中直安航班 过去有上百班 一周上百班 现在你去查 这我朋友跟我讲的 现在一周不到20班 所以美中之间的旅客往来 非常麻烦 要进入第三地才飞 这对未来美中之间 他们要交流 人要交流 货物要交流 如果都不交流 未来很麻烦 可是双方的对抗 不只是在政治经济上 科技上更是如此 最新看得出来的风向 是在争夺科技大战 尤其英平喊出来什么呢 6G 中国式的现代化 要冲6G 到香素去考察的时候强调 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做示范 那强富美高 是关键科技现代化的重要字眼 20年前提出来的浦腔经验 告诉大家 江苏是整个累积 外商投资最多的地方 包括1000家的德企 但最近在南京考察的时候 所谓聚焦的6G发展 更是大家不要忘记 AI或者是未来的所有的 产业发展的变革 网络是最关键的技术能力 如果6G发展下来 当然就领先了 所以紫金山实验室所公布的 达到2022年的6G技术突破 是比5G提高了10倍100倍 创下了目前世界最快最高的传输记录 那拜登在美国这一块 当然也不能够放过6G 所以先前他也公布过6G原则 规划未来6G的发展 7月5号就在白宫跟瑞典首相见面的时候 提到要致力于深化6G的研究 但是不管怎么围堵 华为这些被围堵美国的 这个措施跟做法 其实并没有真的挡住他在其他国家 包括了欧洲国家的合作 看看数一数 展望欧洲在欧盟里头 居然有11项专案 仍然是华为拿下来的 他有14个百分比的资金 取得了389万欧元 所以专利数字来讲 中国的华为仍然在欧洲里有一定的比例 那看看在AI的国家队里头 大陆当然非常强调 因为这是未来人类文明的下一个阶段 重点充施的项目 那么当全力充施 AI大陆的大规模国家队的时候 有百度 有华为有阿里入列 那么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的 总体大模型的专专 专体组 那么这些企业里头 都是在国际上 赫赫有名的大公司 可以往哪里冲呢 例如华为 7月7号的华为云开发者大会上面 他们就推出了盘股大模型3.0 当然也就是这些技术跟能力 让美国的企业 就算政府希望要围堵 企业还是要送秋波跟中国合作 例如马斯克 因为他说中国一定可以在 人工智慧领域做得非常好 因此在一些调查公司的调查预测里面 就是说AI这个规模的中国市场 一定可以在2022年已经达到122亿了 未来2026年更是2.2倍 至少可以达到264亿的美元 那么官方所带动的整个发展技术 又是大家外界最关注的 中美最重要的表态是什么 叫做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说的 他说中国有一些非常强大的 云端服务提供商 是就算中国想要怎么去管制跟抵抗 也是没有办法奏效的 因为他仍然能够获得AI的能力吗 那么最近在日本的一个媒体报道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是说无人车驾驶 因为我刚刚讲所有的6G网络 都跟无人车这些AI的技术最齐齐相关 这个无人车的画面上看到的是 日本的新闻记者去北京体验的 所谓小马自行的表现 其实这个小马自行无人车 在中国大陆已经实行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了 正在实行的阶段 而这个关键的技术就在于 网络的普及化数位的工程座 我们彻底他上路之后 连日本人一般过去是以创新科技 为最大的量能的能力的技术的 现在连他们都觉得惊讶 所以显然在中美的对抗里头 美国当然就是怕中国超越 极力的往这方面来管制 但显然其实也并没有办法管得住 现在它的发展仍然持续在往前冲刺当中 习近平提到了说要全力的冲刺六基 而且到江苏考察的话 还特别提出了浦江经验 浦江是习近平在浙江服务的时候 在金华市底下一个浦江县 在浦江县的话 习近平当时创立了一个SOP的要求 包括他自己所有的领导干部 政府在做决策 不可以在办公室或专家开开会 就做了决策 要到现场实地考察 他是在省政府的这种省委书记 他要到了金华市 再到金华市底下的浦江县 跨了好几级到现场去了解状况 不要让老百姓动不动信房上房 上公告上报告之类的 这个对于推动当时的浙江的一些发展 有很重要的体制上的改变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SOP 以浙江这么大要跨两级 这个领导人要花很多精神跟时间 他希望浙江好好的用这种方式 来解决所有经济发展上面的一些阻碍 一些bug 应该在江苏如果推动下来 对他吸引外资会有更大的帮助 至于6G 目前紫金山实验室说了这个应该只有5.5G 因为中国自己所制定的6G标准 是比5G标准多1000倍的速度 不是多10倍 不是多100倍 而是1000倍 然后这个比现在的5G还敢 就是华为的这个轮值执行长 那个孟晚舟所讲的5.5G 5.5G 他基本上能够跨过去应该不难 但是如何布建成这个一个全面网的话 中国比北人有更大的优势 因为全世界5G的基地最大就在中国 数量最多也在中国 所以如何铺陈出未来6G的这个使用的架构 中国一定会领先美国 这不用怀疑 因为5G已经领先美国了 那华为得到了这个欧盟 这个300多万对华为是显个鼻涕就有了 所以这谈不上钱 只是象征意义 因为欧盟要投7兆欧元去推动一个叫做 展望欧洲地平线的一个计划 全面提升它的创新跟科技 可是还躲不了华为 没有跟华为合作计划写不出来 这个是欧洲想要跟被迫跟华为切割 切不干净的地方 那就干脆认输吧 这个中联通是说它的6G 以后可以大规模的商用 2030年我所看到的比这个更早 可能是中国联通是这样想 但是中国移动可能不是这样想 他可能需要2025就要开始推动了 所以这个要把大陆挡到AI太难了 因为AI重点是在软体一部分在硬体 而且你灰达的芯片 在大陆不准它进口 可是全世界买得到 不信你现在跑到中华商场都买得到 那如果有很多台湾人比较皮一点 中华商场买个两个放在皮箱里面 一运都过去了 就两倍价钱 这什么挡 它又不是一个起重机 对不对 说搬不动 又不是坦克车 它就是简单讲 小小的体积就那么贵 口袋里面一夹都过去了 所以美国人异想天开 所以才说黑市其实这个价格已经飙很高 并没有真的阻挡得到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中美的科技战 当然现在着眼在6G 6G当然是未来不管AI自驾都是非常重要的科技关键 目前的互相的发展 美中科技战未来是非常精彩 我刚才委员讲那个你说美国要禁止这个晶片输染中国 我觉得要禁很难 有一个网络上去看新闻出来了 你去深圳华强北 可以买到NVIDIA的晶片 只是涨了几倍 对很贵 他说很贵 他说人民币要十几万 十几万买了一两颗 这叫拜登红礼 十几万买一两颗 当然我们讲说他可能数量少 而且他规格可能不是最好 但是我们来看如果真的要这样限制限制得住吗 我们要回归来看美中科技战整个脉络 其实拜登一开始在打科技战的时候 他并不是一开始用限制的 他一开始是扶植国内科技晶片产业 所以不管是在2021年的 我们讲了这个所谓的晶片科技法 创新与竞争法 参议院叫创新与竞争法 或是后来2022年的众议院的科技晶片法案 他主要是扶植国内或是外国晶片厂商 在美国制造晶片稳定晶片供应 当然包括5G 6G的晶片供应 他们都要稳定 维持美国在科技上面的领先 那当然有人说 那你美国就是要把中国打回石器时代 对不对 问题是他这能把中国打回石器时代吗 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光靠扶植 520亿来扶植晶片的稳定 或者是说他成立了美国所谓的科技晶片基金 你拿了美国科技晶片基金的外国厂商 不可以在中国进行投资 如果你被发现你投资你要把钱吐回来 他光这个事 没办法把中国大陆打回石器时代 所以拜登在去年又说了 我们要限制高阶晶片的出口 包括像NVIDIA 或是AMD 你们这些生产的高阶晶片 你不可以卖到中国大陆去 那时候他就讲说要这样做 问题是有可能吗 后来NVIDIA说 那我们做便宜一点的 降阶的卖去可不可以 所以这一点一连串 我们这样看下来就发觉说 这一点我们看到美中科技 口号有余了 实质我们还可以去看 会不会有什么效果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中美在科技上的争霸战 当然最关键就是当AI 应用在科技上 对 刚才两位都已经讲得很清楚 军事科技 我现在讲AI在军事上 它会造成战争形态的改变 我们观察那么多年的战争了 战争形态一变输赢力盘 你像俄罗斯号称一万多辆的坦克车 碰到那个小刀的那个飞弹 从天灵盖打下来伤亡 AI是将来什么风群作战 无人机的风群作战 它每一架无人机都有自己的判断 自己的去寻找目标 精准 应付拦截的状况 它会回避 所以不要像以前 无人机要在驾驶上 做一心两用 去指挥这个指挥那种 它不是了 它放出去完全可以在预定的程式里面 按照预定的现况 做出适当的反应 你看无人机那么便宜 将来一出来一架 带上上百架 谢谢